小范 番范 王总 fed談 一鸣 这是什么 綠宝公司 目前的固执报价偏高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对绿宝三 未来市场潜景的看好 目前绿宝三 还没有大规模的 投入到市场 但是我对绿宝三的那些适用客户 已经进行了调查 这些数据 我觉得有可能可以帮助你 重新评估一下 绿宝三的未来市场前景 你怎么想到要做这个调查呀 因为我觉得你下一轮的谈判会需要的 我还看了一下之前策划部 对于绿宝品牌的估值 我觉得不是很准确 所以我以我的经验 又重新评估了一下 这是我的评估报告 一鸣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这个项目你不用猜一个的 但是 我想告诉集团所有的人 我现在是天一集团的策划总监 什么 我只想给你一个人清楚 照表工作 那顺利进行 你功不可没 杨哥 你说这个话就太接外了 杨哥 你 干吗这样看着我 云霉 你好美啊 我都不知道 昨天晚上做了什么 有没有冒犯到你 杨哥 你没有冒犯我 相反 我觉得很幸福 我终于知道 你的心跟我的心 原来是一样的 不 不 不 你可能 也可能是我让你误会了 只要你恋习我爱你 我什么都不在乎 这不可能 我有家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 在单位里那么多人看着我们 我们 我 我 我懂 我明白 你放心吧 你可以叫我杨哥 我可以叫你云霉 就到这儿 这 这是 这是界限 我也想要我自己的实验 可是有了家庭 有了孩子之后 很多事就只能是想想了 只要你愿意 没什么不行的 你明天就去写申请 明天就可以到销售部 亲自答应你 我想想 你就是弄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这样想 很简单的道理 跟他就是说不清楚 我每天在单位上 累得要死要活的 回家之后 还跟我各种找事 来来回回地折腾 不是跟我妈吵架 就是跟我冷战 我现在 宁愿在单位加班 都便要回家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啊 它是忠心思想 讲的就是跟老婆 绝对不能讲道理 得从情感上面去影响它 感情上怎么影响 比如说 多体贴他一点 想他所想 他需要什么 你就替他办了 那顾晓菱 就需要钱 你给得起吗 所以啊 你跟顾晓菱根本就不合适啊 陆阳 你别听他的 你现在很关键啊 你要升职了 后院可不能起火啊 不能出事 否则鸡飞蛋打 你说刘洋不容易 陈一鸣为了巴结你结个婚 费尽心机 人家容易啊 我又没说我不结婚 不恐婚了 恐啊 但是 但是 只有结婚 才能战胜恐婚 好 喂 一鸣 明天我们去中介那儿 把购房合同给签了吧 你不是还想再看看吗 不看 就这套了